好 我们下面来看TCP的拥塞控制 首先我们来说为什么要进行网络的拥塞控制 因为网络就像一个马路一样 如果通行的车太多了的话 即使你是8车到10车到那种宽阔的马路 你也架不住几千万人那种大规模的拥堵 对吧 所以在网络上面也一样 如果太拥堵了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采取一些对策 下面我们就来看到底在网络当中解决拥塞 要采取哪些手段 我们来看概念 在某段时间内 若对网络中某资源的需求超过了 该资源所能提供的可用部分 网络的性能就会要变坏 就是超过了负荷 产生拥塞 就像马路上车太多就会发生拥堵 大家可以做一下类似的类比 拥塞控制所要做的都是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网络能够承受现有的网络负荷 流量控制所要做的就是一直发送端 发送数据的速率 这就是我们车不能跑得特别快 如果跑特别快的话 大家都在那里就会很容易造成拥堵 网络它也是有一定承受负荷的 不可能要求你速度网速特别快 如果每个人网速度特别快的话 对于整个网络上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所以如果压力大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需要进行拥塞的控制 不能超过一定速率 一直它的速率以便使接收端 以便使接收端来得及接收 你别传的特别快 我都来不及接收 比如说举个什么例子 比如说那个什么抛饼 你抛的太快 你这一个那一个抛饼 你抛过来我都来不及接收 对吧这是不行的 我们来看拥塞控制所起到的作用 这有一幅图非常形象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图 我们来看理想状态下 先看横轴和纵轴 横轴是我们提供的负载 纵轴是吞吐量 吞吐量我们在这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 我们发送在线路上数据跑的 这个速率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负载在不断增加 我们的理想情况下 理想情况下的一共色控制 当我们的负载到达一定量的时候 它就不再前进 我们的吞吐量就维持在恒定的一个标准 当然这是非常理想的一个情况下 随着我们的吞吐量 随着我们提供的负载在线性的增长 而实际的我们的拥色控制的曲线 是这条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 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差距还是很大 中间这个白色的这个区域 这个都是实际上面的差距 但是这个也很正常 毕竟实际与理想相差还是比较远的 想达到理想是基本上永远都不会做到的 而如果我们不加任何的拥色控制 我们会看到这条绿色的曲线 刚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性能还是很好 但是如今我们都知道网民太多了 这么多网民一起拥过来 拥到网络里面 不可能我们还在前面这一段 基本上是线性增长这个区域 肯定到了后面 当网络负载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看越来这个通信 吞吐量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到最后惨不忍睹 以至于死索 就像大马路上一堆车 全部都余庸堵在那 根本就走 根本就走不了 一辆车都通不过去 这就是余庸堵 这就是余庸色 我们看到它可以分这么几个状态 在这儿划一条线 基本上我们前面可以认为 它是在线性的增长 这时候可以认为是没有拥堵 再到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再遵循线性的增长 它已经有了 比线性增长要平缓一些 要增长得更慢 这时候我们叫做轻度的拥塞 而再到后面 我们发现 即使是用了拥塞控制 网络的吞吐量 基本上也是增长得非常缓慢 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一段叫做拥塞状态 而在拥塞状态下 不用我们的拥塞控制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急速下降的这个曲线 使通信效率降得非常之低 大家记住这个点 死锁 就是马路上完全车 动不了了 死住了 死锁 这时候吞吐量为零 一点吞吐量都没有 根本没有数据可以发送出去 下面我们来看几种 拥塞控制的方法 首先 慢开始和拥塞避免 我们用一张图来看吧 慢开始和拥塞避免 这就是这张图 我们一点一点 慢慢的来讲 我们来看 横轴是我们的传递 传输的轮次 纵轴是我们的拥塞窗口 我们来看 它都标注了各种刻度 首先我们开始 慢开始的过程 我们从一开始发送 每次发送单位 一单位的数据量 这时候发送一 发现这网络的状况还可以 允许我发送这么大 那我再增长一点 我看能不能行 我这时候发送到二 我发送二 我再看网络依然很良好 那我再涨到四 每一次翻一倍 涨到四 依然可以 那到八 到十六 我们看到十六之前 我们都可以 按一个指数的增长 为什么叫慢开始过程 慢开始是因为它开始非常低 在一个刚开始发送非常缓慢 从一开始 从一单位开始 一单位的数据开始发送 然后每次都翻倍 翻倍 一直到达十六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网络开始出现了一定的拥色 拥色之后 我们就要采取一种加法增大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继续我们的线性增长 每次增长一个单位的数据量 当然在此之前 我们要设定一个门线值 这个门线值在这里 叫S strength 首先 这个值是根据我们网络的状态 首先设定的一个初值 在十六这个位置 首先 所以当我们到达十六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网络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拥色程度 开始了轻度的拥色 那么好 我们这时候就开始我们的加法增大这个模式的增长 这个增 这种模式就是需要我们的线性增长 每次增长几个数据包 一个 对了 然后再涨涨涨涨涨 十六 十七 十八 一直涨 涨到二十的时候 涨到二十四的时候 对应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网络确实这时候发生了拥色 如果我们继续增长的话 这个网络已经不堪重负 它的效率 传输效率就会降得非常之低 那么好 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来一个大幅度的跳跃 就是来一个跳水 跳到最低 来 继续从我们的一个数据单位继续来发送 好 我们继续从一开始 又从头开始 继续开始我们的慢开始过程 一 二 四 八 在此之前 我们对应这个二十四 我们做一个所谓乘法减小 这个是对于什么来说的呢 它 这个是对于咱们这个门线来说 是对门线来说的 门线值不再设定成十六 因为发送了 每发生一次网络拥色 我们就要改变一次 SJS这个门线的出值 这个门线的值 它已经不是出值十六了 现在 我们根据这个二十四 我们来做一个乘法减小 把它的门线值设为网络拥色这一点 所定值的一半 就是二十四的一半 是十二 这时候好 我们新的SJS变成了十二 那么我们的数据发送 从一二四八到十二 发送到十二之后 我们发现到了这个新的门线值了 对吧 到新的门线值之后 我们怎么办 进行什么样的增大 线性增大 这种方法叫什么 加法增大 到十二之后 我们继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这样增长 轮次呢 当然是 每经过单位时间 就是一个轮次 第一个轮次 每一个轮次 在慢开始这个过程中 都是翻倍增长 而每 而在加法增大部分 每经过一个轮次 我们都是按一单位数据 线性增长 好 这个图我们已经讲明白了 我们来看前面的 之前的文字表述 慢开始和拥塞避免 发送方维持一个叫做拥塞窗口 这么一个状态变量 拥塞窗口 大家还记得拥塞窗口吗 对应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纵轴 纵轴就是拥塞窗口 拥塞窗口的大小 大小取决于网络的拥塞程度 并且动态的在变化 很明显啊 我们这个图 当然是动态的在变了 因为每一刻 这网络是在时刻的变化 瞬息万变 用这个词一点都不为过 只要网络没有出现拥塞 拥塞窗口就会继续增大一些 不管是一般开始的增大 还是以线性的增大 它都是 只要没有发生拥塞 它都会继续增大 以便把更多的分组发送出去 但只要网络出现了拥塞 拥塞窗口就会减小一些 当然了 你要是不减小 你的发送那些数据 很有可能就淹没在 网络这个大潮当中了 起到的效果反而更加不好 所以使我们的拥塞窗口减少一些 以减少注入到网络中的分组数 以缓解网络的压力 当网络的压力大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看见 每个人采取的措施 都是把自己的速度降的low一点 小一些 以保证网络的传输速率 好 大家再对照这个图 再想一下每一个环节 对应的是什么措施 大家一定把这个图记好 这个图考点非常多 我已经把这个 整个这个图里面的那种 讲的已经比较完善 而出题的方式太多 我在此也不做举例 大家只要把这个 我刚才讲的这些都理解 做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主要是理解整个这个过程 我们再来看慢开始和拥塞避免 当TCP连接进行初始化时 将拥塞窗口置为1 窗口单位不使用字节 而使用报文段 慢开始门线初值 设为16 就是这个是解释我们那个图当中的那些数据 并不是实际就是16 这是一个刚开始设定的一个值 这个值是根据网络的状况设定的 如果是题目当中 它都会给出来 即STrans等于16 这个门线值 这是门线 在执行慢开始算法时 拥塞窗口的初始值为1 就是一个单位 发送第一个报文段 Message 0 发送端返回确认后 拥塞窗口 拥塞窗口按指数规律增长 指数规律 1 2 4 8 16 这种方式增长 到达门线之后 执行拥塞避免算法 到达门线 我们按照加法增大的方式 继续往前走 线性规律增长 就是按我们说的 16 17 18 一直到24 一直都是线性增长 网络超时之后 更新S strength 到达当前拥塞窗口 这个方法是乘法减小的方法 用新的门线 到达网络拥堵 所对应的那个窗口值 拥塞窗口值是24 拥堵之后 我们设定新的门线 方法是乘法减小 乘以的系数是0.5 我们得到新的门线值12 云色窗口 重新置为1 并执行慢开始的这个算法 这一段文字 就是很好地解释了 上面这个图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 大家先把这个文字看懂 然后对应着图 自己在下面自己给自己讲一遍 大家就会对这个过程 非常清晰明亮 下面我们再来看 快重传和快恢复 快重传和快恢复 首先要求接收方 每收到一个失序的报文 就立即发送重复确认 这样做可以让发送方 及早知道 有报文段没有到达确认 没有到达通信的对端 发送方只要一连收到三个连续确认 三个 三个重复的确认 就应当立即重传 对方尚未接收到的这个报文段 三次重传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记住 不能看出快重传 并非取消重传计时器 而是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更早的重传 丢失的报文 下面我们来通过一个举例 来看一下快重传这个方式的具体运行流程 首先是发送端和接收端 这两方 发送端 根据连续ARQ的协议 从Message 1开始发 一直在它窗口里所能发送的信息 它会一直按序来发 Message 1和Message 2都会 都已经正确传输到了接收端 而Message 3的时候呢 却发生了丢失 这个丢失 很可能是淹没在了咱们这通信大网中 具体是怎么淹没的过程 咱们不去讲解 只知道M3在这丢了 此刻我们知道 接收方在不断的回馈给发送方 我已经接收到哪一个分组信息 此刻我接收方回送给发送方 接收方给发送方发送一个信息 说我已经接受了M2这个信息 好 它就继续发 M3没有发送到 M4发送到了 接收方就会感觉非常意外 说你为什么没把3号分组 3号分组我发送过来 却把4号我发送过来 那么好 你发送4号分组 我不确认 我不发4号分组的确认信息 我发2号分组的确认信息 我发送一次 你再给我传送第5号分组 好 我还不发送5号分组确认信息 我还发2号分组确认信息 因为你没按序过到达 你到我这的信息缺一个分组 我倒是根本就拼不起来 怎么办 对吧 你发给我一个文件 残缺一部分 我根本就打不开 好 你继续发 M6 非常好 我继续发M2 M2的确认信息 当我们发送3个连在一起 都发送到对 发送方的时候 这时候发送方终于发觉了 说我的M3第三号分组 对方并没有接受到 好的 我们在此 立即重新传递M3这个分组 这就是我们的快重传这个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 快重传 它的运作流程 首先接受方 每收到一个失去的报文 就会立即发送重复信息 是 重复信息重复的是什么呢 重复的是上一个已经收到的最后一个分组 就是2号分组 因为此刻失去的报文 是因为3没有收到 你从2直接跳到4 我当然不能认可 你从2直接发送到4 3取少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吧 然后发送方 一连收到三个重复确认信息 我一连发送给你三个重复确认 我说只收到了2 我要的是3 我要的是3 这时候发送方就知道了 发送方知道我没有收到的报文 之后你才把3继续发送给我 大家依然是对照着文字和图 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好 下面我们来看快恢复 快恢复呢 我们先不讲这些文字的东西 因为确实太抽象 我们直接进入图形 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它和半开始那个图非常相像 非常相像 以至于 只有 只是前面都一样 只是后面这一部分之后发生了一些不同 首先还是我们的慢开始过程 指数增长 指数增长 而且它的数值为了和之前对比 我们也将门线初始值设定为16 那么好 我们依然从一单位数据开始传输 看网络的状态如何 传传传一直传到16 因为它的初始门线值就是在16嘛 到达门线之后 我知道 我如果再这么传 估计网络就该受不了了 好 我们开始加法增大 一直增到24 增到24之后 发生了网络的拥堵 拥堵之后呢 它并不是 以下把我们的值 把我们传输的数据速率降到1 而是降到一半 降到我们的一半 然后继续按我们的 按照我们的线性增长的方法来传输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版本的传输方法 而我们原来的 慢开始那个版本 已经基本上被废除了 现在我们用的都是这个版本 新的这个版本 因为它的传输速度可以看到 还是比原来老的那个版本 更加快捷一些 性能也更加优越 这时候我们反过来 来看一下文字部分 当发送端收到连续三个 重复的确认的时候 也就是对应的在这里 这时候我们知道 网络发生了拥堵 这时候应该是网络当中 报文没有按需到达 就执行乘法减小 把慢开始门线减半 在此 因为在24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事件 得到了三个连续的确认信息 我们就把门线值调到 此处发送窗口的一半 此处拥塞窗口的一半 就是24的一半 变成了12 但接下去 不执行慢开始算法 就在这 我们执行的是快恢复 降到一半 而不是从1继续开始 由于发送方现在认为 网络很可能没有发生拥塞 因此现在不执行慢开始算法 大家可以注意 此处在24的拥塞窗口的时候 我们只是收到了三个确认的重复信息 可能是因为分组没有按需到达 但是不一定说网络已经发生拥塞 它不认为网络发生拥塞 所以不进行慢开始这种算法 即拥塞窗口现在不设置为1 而是设置为慢开始门线减半后的数值 这个数值就是在图中快恢复的这一点的数值 这一点的数值也就是新的门线的数值 这样然后开始执行 拥塞避免算法 也就是加法增大 继续我们的增大 但是增大的速度就比较慢一些 使我们的拥塞窗口缓慢的线性增大 就是这种线性的缓慢的增大 请这靠点讲完了